今天很开心参加我们 新华总会华能峰会 我们特贺姐窗会 女士长窗会会长 还有我们欧巡发 欧总也是呢 居然第三届的 新任的会长 非常恭喜这两位 非常优秀 非常美丽 而且非常坚毅的女性 在我的身上 我看到了未来的自己 希望你也能像他们一样 居然我今天的穿着 想到菜市场买菜 但是我看到我们特贺姐 看到大家这个 这个这么美丽的样子 真的让我们心情变变得很好 尤其是刚刚听特贺姐讲的 这个我真的听得都非常感动 因为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 特贺姐都没有提到这些 然后还一直给我鼓励 然后没想到特贺姐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然后她还能够这么 用文笑 然后就有自己性经常的呢 来面对大家 所以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那大家也知道说 我们每个人其实在 人生的路上都会有很多的挑战 像我就是跟风雨 一直不断 但是我觉得总是做好自己 然后风雨都会过去 就好像我这部常唱的歌 孤雍者一样 每个人在人生的路上 虽然有很多的好姐妹 好朋友 在我们的华总分会 有这么多优秀的董事长 这么多优秀的女性在这里 大家互相的提息 互相的扶持 但是有时候很多事情 只能自己去面对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做的功课 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的一个过程的养分 所以才能够像Coco姐 像我们厨方董事长一样 这么美丽有自信的站在这里 因为什么大风大浪他们没有经过 所以他们都可以这么有自信的站在这里 用微笑来面对世界 更何况是我 所以呢我就用一小段的孤雍者 来代表我对Coco姐 跟我们欧董事长的敬意 去吗 去啊 这蓝绿的披风 站吗 站那一最卑微的梦 只那黑夜中的屋檐与怒吼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谢谢我们Coco姐 跟我们欧董事长 这是我心里的孤雍者 祝福大家都是女英雄 也是我们台湾之光 谢谢我们华董分会的各位好朋友 各位董事长 大家一起来 让我们华董分会发光发亮 谢谢你们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